慈城縣一間拉麵店近日在社交媒體上指 一名五十多歲的中年男子不時來店用餐 但每次每約兩分鐘就要求加洋蔥稅 對店員的工作造成重大負擔 表示食客可以一開始要求洋蔥增量 但該男子沒有理會 老闆決定在菜單上注明禁止加送公告 誰知該中年男子在下一次到拉麵店時 因為未能加洋蔥所以感到相當憤怒 繼而決定將店內的椅子推回 桌上調味料全部打回 更將整圖牙籤倒在拉麵上 多數網民力撐拉麵店 認為該中年男子行為過分 由於小學雞 事件在網絡持續發酵 不斷封傳